美政客公然扬言,若中国不买美债就要派军队来打中国。如此威胁,中国会害怕吗?其实中国早已经亮明了条件,要中国帮忙,很容易。日前有相关评论人士在电视节目中,公开抨击当下美国的所作所为,称美国在半导体芯片等。 相比中国能够占据一定优势的领域,竭尽所能打压中国,但是在自己处于劣势的领域内,就卑躬屈膝地请中国帮忙。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,莫过于美债。因为当下美国陷入很严重的财政危机,美国也急需要发行美债,等于举债筹钱。 但因美联储过度加息的缘故。事实上现在很多国家都在主动减持美债,当下真正在积极收美债的是美联储。 这对美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健全且稳定的状态。所以美国也很希望各大经济体能够增持美债。 尤其是中国。以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,持有数万亿美元的美债也不在话下。但实际情况是,中国持有的美债是在逐步降低的。根据最新数据,中国当下持有的美债,仅8594亿美元。 已经降到了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虽然仍然是世界第二,但是站在美国的角度上看,这显然和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搭。 美国希望中国持有美债越多越好。更不用提中国是在逐步减持了。也正是为此,当下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,都公开表示希望能够访华。 目的无非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增持美债。但是考虑到美国近年来,以及当下对中国所做的事情。以及现在美国国内整个市场非常不稳定。通胀一直没解决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增持美债风险很大。减持美债并且购入黄金避险,才是正确选择。 所以对于能否让中国增持这件事,美国拜登政府自己心里都没底。而在这个时候,美国一些对华鹰派政客,就开始动起了歪脑筋。 美国就有政客声称,若中国不买美国的债券,那么就要派军队来打中国。霸道的见得多了,能说出不借钱就开战这样话的人。 恐怕屏幕前的朋友们,都会有一种活久见的感觉。对此,就连相关评论人士都忍不住直言,那就试试看。 很明显,美国的开战威胁是吓不倒中国的。倒是美国自己,有勇气和中国作战吗? 其实往深层次来分析。中方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诉求吗?答案无疑是否定的。 中国,作为世界上,唯一在经济体量上,接近美国的国家。对于当下美国的难处可以说是最清楚的。也是最有能力帮助解决的。但是中国有没有必要帮呢?相信对于这个问题。大家马上就会想到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。 然后断言摇头,说不帮。这一点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往深层次想,虽然美国做了很多坏事。但是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美元也在全球扮演着重要角色。 此前伊伦也说过,如果美国发生债务违约,很可能引发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螺旋衰退。这个后果是很恐怖的,而且中美经贸合作紧密。一旦美国出问题,中国难免会受到冲击。 当然,我们这么分析,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帮美国。其实站在当下的角度来讲,中国实在是没有道理帮助美国。毕竟美国正竭尽所能打压中国。中国为什么要帮助这样的美国度过难关?这不是让美国以更健全饱满的状态?对中国展开打压围堵吗?但是说不帮,中方本着对全球经济的责任心,或许也是于心不忍的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中方虽然不吃美政客的威胁,但还是先行主动亮明了条件,提出了要求。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数觉亭明确表示,美方应倾听国内各界胡声,尊重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,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。根据相关媒体分析,这其实就是中方对美方的要求。 如果美方希望中方提供帮助,那么就先满足这一要求。现阶段来看,中方这一要求,至少有两大好处。 第一,让美国停止在贸易层面打压中国经济,给中国减压,同时也展示了美国的诚意。这样中国可以放心帮助美国。 第二,事实上当下美国的问题,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严重的通胀。正是因为美国通胀过于严重,所以美联储才加息,进而才引起那么多的问题。 而美国通胀,很大程度上,正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而引起的。所以美国单方面希望中国买美债,只是一个治标的方法。 对于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,仍然不足以解决。而中方建议美方取消过高关税,本质上也是利好美国自己。不难看出,中方已经给出了一条,真正符合美国需求的自救之道。 能做到,美国当下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不能做到,那么美国试图用来说服中国的外交辞令。 恐怕都可以免谈了,中方就算想帮忙,也爱莫能助。 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,在2023年初没有丝毫的缓解。原本被认为,可能使紧张形势缓和的布林肯访华之行。 却因为美方在气球事件上的挑衅行动,而无限期搁置。看起来,中美两国的关系恢复似乎已没有多少希望。 但美方内部,仍有一批人,希望能尽快地缓和关系。这可能成为中美两国握手言和的关键所在。 日前,耶伦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,一旦出现美债的违约,那么不仅会导致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,更是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风险。 随后耶伦在一次地对国会议员们发出警告,提醒他们注意当前中俄两国,正在尝试开发新的避开使用美元的系统。 尽管还有很大难度,但一旦美债违约,就会给中俄取代美元提供机会。 不难看出,耶伦的发言核心目的,仍然是拿着中俄的影响力,来威胁美国国会做出让步,逼着国会,尽快允许进一步地提升美国政府债务上限,以避免出现美债违约的情况。 毕竟在美国国会的议员们看来,让中国和俄罗斯得到削弱美元的机会,这可能是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噩梦场景。 耶伦就是算准了这一点,才不停地拿着中俄冲击美元霸权的能力,来恐吓国会。 不过对于耶伦本人来说,虽然他口头上不断地强调有关的威胁性,但他恐怕早已把中国当成了,协助美国解决这一轮金融难题的救命稻草。 结合耶伦近期的发言来看,就能看出这位美国财长,其实比谁都更想推动中美的和解。 自去年年末和中方同行会晤以来,耶伦就不断地释放出希望访问中国的消息。 几天前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也再度证实,耶伦与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在准备访华,并且中美双方已在进行接洽。 可见耶伦是真的非常想前来中国。 而从耶伦多次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来看,他屡次要求中国在金融问题上配合美国。 最简单的帮助手段,显然就是要求中国增加持有美债。 事实上耶伦所警告的美债流动性危机,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中国的帮助来缓解。 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持有的美债总量却一路下滑。 虽然中国减持美债的背后原因很复杂,但如果中美关系保持良好,那么中国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大量地减持美债。 而面对中国这样一个,显而易见有能力救场的存在。 耶伦这样的技术官员,很明显是想要寻求中国的协助来解决问题。 可以这么说,在美国内部,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,耶伦这样的一批人,是真的很想缓和中美关系。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,尽管耶伦等人再三地释放,想要访问中国的信号,但他的访问一直没能乘航。 而中国减持美债的行动也没有停止。 事实上中方对耶伦的应对方式,可以归结为欢迎但不行动。 简单说就是对耶伦访华表示欢迎,表示愿意和美方进行沟通,但对于具体的行程安排却并不着急。 而且对耶伦再三要求中方提供协助的诉求,中方则是直接予以漠视,就当作没看到。 这样的处理方式,相当于温和地拒绝耶伦,要中国提供帮助的要求。 但给未来的对话留下了很多的空间。 没有堵死未来继续接触的路。 问题的路线